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大学观影》,我是阿湘 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19年最新选与韩剧《自白》第11集的内容 上集说到,杜贤想要借助赵记卓辩护来查清他背后的人 主使赵记卓杀人的眼镜男,身份是吴社长身边的黄秘书 在赵记卓逃跑之后,黄秘书本想杀人灭口 关键时刻,赵记卓被杜贤和春浩救了下来 之后,赵护士在牢中被杀 赵记卓认为一定是黄秘书派人干的 愤怒之下与他翻脸,将黄秘书教唆他杀人 和卢检察官死前留下的照片都交给了杜贤 照片中出现的人都是那天的花仪聚会的 纪屋司令部的相关人员,以及竞选的朴世江 春浩准备以教唆杀人的罪名逮捕黄秘书 但却被他先一步逃跑 春浩知道他家时,开门的却是珍妮的包标 他谎称黄秘书已经出国,骗走了春浩 片刻后,春浩意识到被骗 再次折返时,黄秘书已经逃出了家 楼下的监控只拍到珍妮和保镖离开那里的镜头 但由于画质太差,具体的长相无法分辨 黄秘书逃到了吴社长一早准备好的郊外别墅 同时,珍妮通过偷偷安装的追踪器 同时掌握了他的行踪 按照吴社长所说,黄秘书需要躲在这里 直到赵基卓的审判结束 杜贤在继终久之后,又替真凶赵基卓辩护 一时间惹得流言纷纷,成了舆论抨击的焦点 特别是在得知自己当年一致的心脏来自于卢检察官 而卢检察官又是被赵基卓杀死的 杜贤对陈姐的愧疚就更深了 但他知道赵基卓背后藏着的 是当年老崔案件的真相 是他多年来一直在寻求的东西 所以他只能孤注一掷 春浩刚开始也不理解 但现在他也明白了杜贤的良苦用心 他们准备以各自的方式救出幕后的人 为此,他还特别打电话给陈姐 替杜贤说了一番好话 为了让赵基卓的案子尽快审结 吴社长委托池律师给良人施压 让他催促手下检察官就以筋膜被杀起诉赵基卓 千万不要节外生之 良人试探着问赵基卓手上是否还有其他案子 池律师一脸严肃地说 赵基卓还背着卢检察官的命 这点良人应该心知肚明 如果这个案子漏了出来 恐怕他们都会不好过 所以这次的案子说什么也不能被转移视线 良人听得一阵胆寒 他想起在卢检察官死前 曾经一直在调查朴世江 尽管他三番四次劝阻 甚至用升官来蛊惑 但卢检察官的意志非常坚定 说自己手里已经有了充分的资料 他还劝良人 不要再和朴世江那些人混在一起 因为他实在不想把良人的名字 也写进举报材料 卢检察官不知道的是 良人与他通话时 就和朴世江一起在花衣吃饭 席间还叫了金某作陪 朴世江早就知道 有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检察官小子 想要聘一份报告来扳倒他 他暗示良人 如果自己的前途 因为一个检察官而出现插持 他良人的前途恐怕也完蛋了 良人连忙说 他会再回去劝劝卢检 但此时朴世江已经起了杀心 陈姐在卢检察官留下的照片里 发现儿子出世前 良人也曾在出入花衣的人中 很明显良人早就和他们是一伙的 陈姐没想到 儿子生前那么信任的前辈 竟然早就变了结 他跑去质问良人 本以为他会辩解一番 但良人却一生不想地默认了 警方多番寻找黄秘书无过 因此杜贤在上庭前做了一个决定 很快赵继卓的第一次庭审开始了 李检察官代表公诉方 起诉赵继卓杀害金某 证据确凿 但轮到杜贤辩护时 他只说了一句话 那就是被告承认犯罪事实 赵继卓一脸疑惑地看向杜贤 不知道他在搞什么鬼 眼看杜贤停止认知 这样下去赵继卓恐怕很快就会入罪 无奈之下 他只有自己挑出来 对法官申诉说 自己的杀人行为是黄秘书之事 由于黄秘书这个人 他从没在审讯阶段提起过 案件中也没有涉及 李检察官马上提起反对 但教唆杀人的行为是严重罪行 法官不得不考虑 是否真有教唆者存在 杜贤也提出 赵继卓在调查期间 可能是为了保护教唆者而沉默 但他目前的心意已经改变 法官有必要考虑被告人的利益 法官最终决定 对黄秘书下达强制拘传令 尽快由警方将其拘捕 安排出席下一次庭审 庭审结束后 李检察官又一次和杜贤吵了起来 在他看来 杜贤以一次次不按套路出牌 不过是为了保护被告 而牵扯其他人 在庭上突然让赵继卓自己提出 也是为了让法官亲自下达据传命令 上次是一事不在理 这次又想要教唆杀人 明明就是另有目的 他觉得杜贤一定有什么 想通过赵继卓揭发的东西 杜贤没有理会 静止做出法庭 陈姐刚才也旁听了审判 他开始明白 杜贤想走一条什么样的路 他的目的是揭发藏在赵继卓背后的那些人 而那些也是他儿子想要做的 于是陈姐选择了理解 他鼓励杜贤 一定要让真相昭雪 朴世江回到办公室时 发现桌上放着一份资料 打开一看 正是卢检察官所写的朴世江动向报告 在议员票选结果出炉那天 又立作为后援团混入现场 给朴世江留下了这份报告 同时他还将报告中的内容 举报给了自己以前的新闻社 新闻社果然什么反应也没有 这也是有力意料之中的事 他告诉杜贤 自己正在准备一个正面出击的计划 赵继卓对杜贤这次自作主张的行为 有些生气 虽然他知道 这也是为了引出黄秘书 但他手上 除了黄秘书支持自己 杀害金某的录音片段 并没有其他有力的证据 来支持教唆杀人的说法 如果找不到黄秘书 仅凭这点物证 难以定罪 赵继卓独促独嫌 早点找到人 否则黄秘书的下场 可能会像宗旧一样 或者直接消失 也说不定 黄秘书通过新闻 得知了庭审情况 知道自己更不敢现身了 他现在草木结兵 急于逃走避风头 但吴社长 却从他走后 就不接听电话了 这时 一伙黑衣人从背后偷袭了他 并在酒里下了药 强行灌了下去 黄秘书很快就陷入昏迷 留给杜贤 他们找人的时间并不多 杜贤认为 从吴社长下手最直接 毕竟他才是真正的幕后人物 春昊又一次翻查了 朴世江的动向报告 试图再找出什么有用的线索 在卢检察官留下的那些照片中 朴世江身边跟着的邱市长 春昊并不认识 但其中一张照片上的女人 他却似乎刚刚刚见过 那就是在黄秘书家楼下 拍到的女人 春昊想起 在报告中 曾经提过一个叫珍妮的武器中介商 他怀疑 那天出现的黄秘书家的就是珍妮 如果他也在找黄秘书 说不定也与案件有所牵扯 想到这儿 春昊立刻让同事查一下 珍妮的出入境记录 另一边 黄秘书从昏迷中醒来 看到珍妮就坐在自己面前 珍妮说 他们再晚几分钟来 黄秘书就一命呜呼了 很明显 有人想要他的命并伪装成自杀的假象 黄秘书自然而然地怀疑到吴社长头上 毕竟这个安全屋是他提供的 而且解决到自己 吴社长就没有了后顾之忧 杜贤单枪匹马去了吴社长的公司 因为年幼时与他见过一面 吴社长故作轻松地接待了杜贤 杜贤问到黄秘书的行踪 和他被指控教唆杀人的事 吴社长不动声色 说这些事情根本与自己无关 而且黄秘书已经辞职了 杜贤料到他会狡辩 于是直接问吴社长 有没有教唆徐某谋杀金某 吴社长虽然也想撇清 但他此时智商不在线 提到了徐某纪乌司令部出身的背景 一下子被杜贤逮到了马脚 纪乌司令部出身的是赵姬卓 徐某的档案上并没有军人背景记录 所以吴社长刚才的话 等同承认自己认识赵姬卓 连赵姬卓都记得 却不知道自己的秘书去了哪 吴社长的谎话昭然若揭 杜贤问得对方哑口无言 吴社长当场暴怒 斥责杜贤也不问问是靠谁活下来的 竟然来逼问自己真相 杜贤忙问 靠谁活下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吴社长又一次意识到自己说六嘴 忙把杜贤罢出了公司 与此同时 监狱中的老崔接到一封口喝信 说杜贤在干危险的事 如果不停下来 只有死路一条 老崔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儿子有危险 于是他十年来第一次申请面见杜贤 父子俩十年没见 杜贤最担心的就是父亲过得好不好 但老崔第一句话就是 十年前的案子就是自己犯下的 要杜贤别再查下去 老崔住了十几年担任牢房 却对杜贤在干的事很清楚 分明就是受到了监视和威胁 老崔最后劝告杜贤 无论他查到什么 自己都不会从这里离开 希望他能放下这件事 过自己的人生 杜贤却非常坚定 他告诉父亲 这就是他自己的人生选择 无论如何他都会坚持这条路 因为他坚信 在路的尽头 有父亲在那里 杜贤相信 父亲十年和他不见面 这次主动要去会面 一定是因为 他们的调查 已经触及到了幕后主脑 而那个主脑现在还在威胁老崔 春昊觉得 安排赵继卓在牢里工作 一定也是为了坚持老崔 这恰恰说明 杜贤目前的方向是对的 他会坚持到底 朴世江很快就确认了 给他去报告书的人 就是当年 要曝光自己的下记者女儿 又丽 又丽留下监控画面 就是等着朴世江来找自己 果然 朴世江在看完报告后 就给又丽打了电话 他故意唏嘘地说 下记者真是个爱编故事的小说家 又丽说 那个小说后来的情节是 华一有一个姓金的女人 因为目睹了某个案子 并在十年后 威胁了与案件有关的男人 后来就被杀掉了 但其实 这个案子的犯人并不是真凶 而是替那个男人背了黑锅 朴世江知道 他就是故事中的男人 但他这次并没有被又丽激怒 既然又丽喜欢追求事实 那就再给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十年前 下记者换心脏病入院 恰巧 杜贤也在那时入院治疗 心脏只有一颗 但有需要的病人却有两个 这时杜贤的父亲会想什么呢 只要没了那个记者 儿子就能得救了 朴世江说到这里 又丽突然觉得没办法再听下去 他已经猜到了答案 却又不敢面对答案 于是慌忙地离开 连自己为什么来的都忘了 狱中赵记者得知警方 还没有找到黄秘书 于是大呼上当 这样下去 自己还是会被认定谋杀 杜贤说 黄秘书也不过是受人指使 他希望赵记者可以交代更多的事 比如有关卢检察官的死 不然就算黄秘书抓到 也很难会牵扯到背后的人 赵记者却说 更多的真相 杜贤未必可以承受 比如自己就曾见解救了杜贤的命 因为下记者也是被自己杀掉的 而那个希望下记者死掉 以此救儿子一命的人 正是杜贤的父亲 老崔 以上就是自白第十一集的内容 复杂的人物关系 基本已经彻底展开 十年前的所有案件都不是偶然 那么这些案件将如何被揭示 主角一帮小人物 又如何将幕后势力扳倒 请大家密切关注 接下来5集的更新 还会有精彩的反转出现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